推著專屬行李箱 擺出輕鬆出遊的POSE 花蓮縣長徐真衛 特地北上開記者會 宣傳自家的太平洋溫泉季 將在二十八日登場 每一年花蓮的太平洋溫泉季 都有不同的主軸 今年也是英雄泉美人湯 整合了非常非常多的 我們的在地業者 還有我們的小農 到花蓮其實你都有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體驗 花蓮有兩大溫泉區 瑞穗是英雄泉 而玉璃和銅則是美人湯 縣府規劃六條溫泉專車外 還和旅宿業者合作 祭出抽獎活動 現在正好是我們 太平洋國際龍舟賽 十一月份也有我們 泰國馬拉松 所以這整個到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都是花蓮的觀光望季 所以我們期待 未來能夠再突破之前的 一千四百八十萬人次 不僅要打響太平洋溫泉的名號 正值花蓮觀光望季 一連串的活動包山包海 就是要吸引民眾到 花蓮觀光吃美食泡好湯 暢游縱骨美景 記者前倔述台北報導 很忙碌